各位民主中华传媒的好友 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我是家军 下面呢 家军给各位好友 分享的就是 张文宏教授 所总结的 防治新冠病毒的 十二条准则 那么对于张文宏教授 想必很多网友 早已熟知 早已了解 他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防疫专家 现任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 他也是 2019至2020 新冠病毒 上海的 医疗救治组的 组长 那么张文宏教授 谈到现在的 这个防疫 形势的时候 他说 现在每一个人 都是战士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你在家里 不是隔离 而是在战斗 他说你觉得很昧吗 那么病毒 也要被你 闷死啊 两个礼拜就能 闷住病毒 不让它传染到 其他人那里去 不让它传染给 其他人 张文宏教授 预测 按照目前的 全球的防疫 抗疫的情况 本场疫情 在今年夏天结束 基本上 已经不太可能 那么这一次 新冠病毒 疫情的 跨年度风险 越来越大 那么张文宏教授 在解答 全球 抗疫 问题时 那么他提出了 12条 抗疫的 建议 下面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张文宏教授 所提出的 12条 抗疫 新型冠状病毒的 注意事项 那么第一条 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说这个 随着气温的升高 这个新冠病毒 会减缓吗 张文宏教授 明确地回答 No 不是这个样子 他说 不要太指望 随着 北半球 夏季的来临 气温的 升高 可导致 这个新冠病毒 传染的几率 会减少 或者是消失 那么新冠病毒呢 可能要在 摄氏 50度C 或者是 华氏 122度C 才会 失活 那么全球 除了赤道 某些地区以外 其他地方 根本就不具备 这种环境条件 第二条 疫苗很快就会上市吗 张文宏教授的回答 是否定的 No 不要太指望 短期内 疫苗会上市 那么目前 世界上疫苗研发最快的国家是美国和中国 其中呢 中国和法国正在进行疫苗的试验合作 比如说正在猴子身上进行做实验 那么疫苗上市至少要一年半甚至更久 第三 疫情很快就会结束吗 张文宏教授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说 疫情持续的时间 如果这个疫情能够在一到两个月以内就会结束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来解答这些抗疫的难题了 我就没有必要来给大家总结这个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12条基本法则了 预计呢 全球的疫情会持续一到两年 那么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以内 可能呢 会使那些处于医疗系统工作的人士 他们呢 对疫情的知觉会更加敏锐 与此同时 他们也会习惯并且适应这种防疫的状态 从而呢 把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 当作他们的一项日常工作 第四点 张文宏教授 有哪些国家应当加强防疫措施 当然 从总体上来讲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不过呢 目前也有一些国家防疫防控措施做的比较好的案例 比如说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 严厉的限制公民的外出 就使得疫情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 不过在很多国家 特别是民主国家 人们呢 对于这种严格限制公民出行的措施 是难以接受 而对于那些医疗条件相对落后 和营养保障十分不足的国家 就需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些国家 很容易使疫情大量传播 第五 张文宏教授提出了个人防疫的三个药局 第一 他说洗手是最关键的 因此呢 一定要疯狂的洗手 每一次洗手 要用肥皂水 至少的冲洗20秒以上 第二呢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不要熬夜 第三 当与人交流的时候 即便是你戴着口罩 也要与人家保持安全的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呢 最好在两米以上 切记 就是不能够凑到一起 头对头的交谈 第六 应当特别注意哪些症状 他提到了两点 应当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 像发烧 像咳嗽 它不完全是新冠病毒的表现 如果你发现此类症状以后 如果在一些医疗资源 比较缺乏的国家和地区 你可以先行自行隔离 使之恢复 张教授提到 在轻微症状的情况下 要尽量避免去医院 因为一旦去医院 就容易导致交叉感染 第二条 张文宏教授提到 以下情况应当特别注意 引起警觉 比如说 如果你发现自己爬楼 从一楼爬到三楼 那么你就感到气喘吁吁 出现一些无力的迹象 或者说 你在平地上走200米 就有明显的气喘 或者是凶命的迹象 那么这个时候 你应当及时的去医院检查 千万不能大意 第七条 饮食应当注意什么 首先我们知道 对于新冠病毒 目前根本就没有 药道病除的特效药 大多数人 特别是年轻人 可以依靠营养治疗 而得到康复 其中的关键 也就是说 关键中的关键 一定要摄入 足量的蛋白质 张教授提出 对轻症患者的 日常饮食的要求和标准 那就是 一天至少要保证 两只鸡蛋 两杯牛奶 一顿有鱼 一顿有牛肉 那么张教授指出 像白粥 像米饭 它的营养是远远不够的 远远不足的 同时呢 还应当少吃咸菜 第八项 张教授给出了病例研究 和相关的治疗措施 它呢 是以上海为例 来做出说明的 当然这个说明 对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参照作用 说目前 以上海 所有的病例 统计来看 小孩子感染患者呢 都是轻症 80%的患者 可以通过饮食 中西医 辅助治疗 可以呢 实现治愈 大概呢 20%的患者 需要借助于吸氧来治疗 两个星期左右 就可以治愈 另外呢 有3%到5%的患者 需要插管治疗 这就是说 对于那些十分严重的病人 3%到5% 需要插管治疗 第九 张教授提出 当这个新冠病毒感染者 你治愈以后 应当注意一些什么 他提出的主要是三条 说第一 治愈后呢 基本上 不会留下后遗症 不会出现 类似于SARS的 造成的肺的纤维化 第二呢 治愈后 这个患者 不会再传染给其他人 第三 治愈后的抗体免疫力 目前呢 仍然还吃不准 因此 不能够 那么绝对的说 有了抗体以后 就再也不会 有什么问题 第十 张教授提到 办公环境 会不会造成 这个新冠病毒的 大量的传播 有三点 需要注意 第一 根据上海的病例统计 目前 没有足够或者是直接的证据来表明 新冠病毒呢 会通过中央空调来传播 上海的所有的新冠病毒的病例 都能够追溯到具体的传播路径 第二 从统计上来看 气溶胶传播并不是主要的传播途径 那么办公环境当中 具有最大风险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电梯 特别容易造成 触没传染 第三 办公环境 如果有窗子的话 就一定要开窗通风 如果没有窗子 就一定要戴上口罩 第十一条 张文宏教授回答了如何正确的使用口罩 这里面呢 有两项特别 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 说如果是正常的 日常生活 那么口罩呢 没有必要严格的按照 四个小时一换 张教授说 在家里 口罩 可以摘下来 那么摘下来的口罩呢 可以找一个 有阳光的地方 晒一晒 晒好了以后呢 再戴也没有问题 不过呢 戴的时候 要注意口罩的正面和反面 不要戴反了 第二 就是当你戴口罩的时候 有一点必须要特别注意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千万不能够 与你附近的人 一同 大家同时摘下口罩 尤其是在飞机上 更不能这样做 张教授还提到 切记不能够与隔壁的人 同时摘下口罩来吃饭 大家都摘下口罩来吃饭 第十二条 张教授就如何保证 如何保持您的身体健康 提出了非常重肯的建议 那么这个建议呢 一共包括五项内容 第一项 就是疫情期间 不能够太劳累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疲劳过度 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 第二呢 不能够太瘦了 如果太瘦了 说明了 营养不均衡 要保证合理的膳食 尤其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 第三 也不能够太胖了 如果过度肥胖的话 那么在出现重症时 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第四点 就是建议各位多加锻炼 尤其是早晨 大家呢 可以早起出门 因为这时候呢 外面的人比较少 那么出门跑几圈 一路的小跑 就是很好的锻炼 第五 不要在家一次性的 待很久 待很长的时间 他说呢 目前户外是安全的 尤其是应当多到那些人少的公园 去走一走 比如说家军来的这个 街区公园 一个社区公园 人呢就很少 环境非常优美 大块大块的绿地 那么在公园里 在外面 遇到人 给人家自觉地保持安全距离就好 也就是说是两米左右 那么如果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 张教授说 以下几句话特别重要 那就是平日多摄入蛋白质 勤洗手 加强锻炼 并且呢 要保持有一个好的心情 我们非常感谢全球顶端的防疫专家 张文宏教授 给我们呢 提出了这个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12条指导原则 相信呢 这些指导原则会给各位好友以很大的帮助 当然我们必须同时也要说明 这个指导原则并不是医生给你开的处方 如果出现了症状 一定要去医院 非去医院不可 建议呢 各位好友一定要 及时的给医院联系 给医生联系 最后呢 我们祝愿 全球各地的各位好友 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我们一起对张文宏教授 所分享的这12条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指导原则 表示感谢 表示感恩 各位好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 感谢你的收看 感恩你的转退 再见 拜拜